第一點的時候就取消了 里長頭上有點嚷音 他們沒有下距不取消 柯文哲出席市政活動 關注焦點仍全在水門事件 因為上週白輛車淹在水門外 難道就是因為被罵怕了 就回柯市府 22號晚間11點多發出通知 23號7點進行百林橋 題外車輛脫掉 請市民禁訴移車 但清晨5點多臨時取消 負責通知林林的里長很傻眼 甚至在臉書發文 是把大家都當成 而要選市長的陳時中 則預告自己會提出 合川整治政策 開槓柯文哲的SOP管理學 定一個相關的規則 那就要去遵守 然後去督導 那萬一在上面有問題的時候 那必然有決策單位的人 要來做決定 絕對不會說只有SOP 然後市長都可以不在 我想這個講法是說不過去的 一個有效率的政府 本來就是按照SOP 那北市府更是早就已經責任分工 而且遠距都能夠來直接指揮 不過儘管市府還是強調 遠距能夠指揮 柯文哲這週還是選擇 取消南部行程坐鎮台北 就是因為原本擔心 本週也會有致災性降雨發生 我想他應該是得到教訓吧 所以也是說他原來的講法 也不攻自破 這市長不用再這個講法 也不攻自破 防災與民生息息相關 身為地方父母官 決策牽引法動全身 是否全靠SOP救援 也成選戰攻防焦點 三立選曾經也住在N小組 台北報導